4月14日下午 RICE成员任豪突然在微博发文 侃侃而谈近期全球热议的 日本辅导核费式处理话题 但谁能想到 坐拥千万粉丝的任豪竟语出惊人 甚至将日本排污的国甩给了中国 迷惑行为不仅在国内引起网友们热议 甚至遭到日本网民嘲笑 提醒任豪可能很多观众都不太熟悉 还以组队歌手成员出道 能在众多歌团中脱颖而出 说明任豪还是有一定歌唱实力的 但歌唱水平的高低 可并不代表它语言水准 以及情商的高低 在全世界都关注的 日本辅导核污水排放难题时 娱乐圈众多明星避之不及 因为这是国家大事 且有关部门已经对此做出回应 这无疑不是一个明星 一句话就能解决的 然而不知是青春年少 无所畏惧还是啥 任豪作为公众人物 竟然站出来发声了 且出了一个点子 号召大家帮助日本 去生产制造一个大的外照 以此来解决日本核废水问题 并称让全世界人 看到中国力量和中国制造的能力 因为地球大环境 是需要每个人来保护的 除此之外 任豪还在文章下方 玩了个小心机 想法很简单 要杠你就赢 配图好心 披上他规划的大范围外照图 这一段文案已经发出后 由于明星效应 很快便引来无数网友热议 甚至任豪的发文 还遭到日本网民群潮 不少网友都表示 任豪是把各个国家科学家们的脑子 放在地上摩擦 还有网友表示 这样没智商的话 太丢我国人脸 恐怕送去日本都没人要 可能任豪都没想到 他的发言能引起如此热议 在没有详细了解世界的来龙去脉时 任豪这一番观点 便被网友们认为 这是对我国的语言暴力 再者网友们表示 日本并不是没有其他途径解决 只不过不愿意另外花费重金罢了 就算最后得出了一个 自认为完美的结论 这可不代表其他国家的立场 日本的过错 更不应该让我国来买单 这是荒诞的想法 甚至有网友扒出 在全国人民共同抵抗疫情的面前 任豪还曾发文称 爱情都轮不到他 还想要肺炎能轮到他 文案下还配了 无人佩戴口罩的超市图 这一不当言论 在当时就被很多人嘲讽过 如今却再次吃了语言的鬼 随着网友们舆论声愈演愈烈 不知是不是经纪公司 发现怕带来负面影响 任豪随即删除了登上热搜的发文 并再次解释 微博不是他自愿删除 对于大家的冷嘲热讽 任豪本人并不害怕 只要大家对这件事情 能够重视起来就好 还抖机灵般称他不是科学家 只是灰尘而已 这一波强情解释 无疑又受到众人调喊 还有网友表示 这不是尘埃 是杀真棒 任豪嘴上说的轻松 这件事要做起来 会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 不然也不会成为世界难题了 任豪如此说风凉话 难不成是打算之后去日本发展 提前笼络日本公民 对于众多网友的评价 无疑不是说 任豪文化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早就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就连小朋友都不会随便发表言论 更不会将其他国家的事情 拦到自己的祖国头上 美其名曰为我国好 难不成我国人才辈出的科学领域 还有人智商在任豪之下吗 况且任豪作为偶像明星 如此不当言论 就是在让别人看笑话 就连日本本国的网民都知晓 他们国家这么做是不对的 偏偏任豪就要抖机令多此一言 针对网上各国网民们数不尽的调侃 以及任豪粉丝陆续脱粉 临走前还不忘挖鬼一声 追了这么多年爱豆 这是第一次被偶像揣了一脚 并且祝愿永不回头等等 都表明任豪是真的圣母光环 不管任豪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的一番话都太过于欠缺考虑 虽说如今是提倡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可不代表胡言乱语 每个人都要被自身的发言负责 想想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尤其是身为公众人物的明星 他的发言不仅仅影响的是他的前途 还有他背后团队的前途 话说回来 任豪的爽言爽语可真不是第一次 早在任豪出道的短短一年时间 任豪的公众形象就曾受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和攻击 而在去年演员赵温柔在微博发长文 自称与谋选秀男艺人恋爱 表明二人于2016年相恋 四年后的一个春天分手 在恋爱期间赵温柔介绍他的资源给南方 而南方在成功出道后人气暴涨 随着异地恋经济公司粉丝舆论的压力 最终南方对其频繁撒谎 始终逃避二人之间的关系分手 而赵温柔文章中的南方 不少网友纷纷猜测是任豪 隔天之后 任豪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疑似回应赵温柔的长文 他讲述了一个大海和月亮的小故事 带着恋爱分手 虽不知是不是如猜测一般 但在任豪发文后 一位网红美女也出来表示 她曾是任豪的前女友 在一月份刚与任豪玩的密室逃脱 那时南方称义是单身 并用了代号李天奇自称 直到赵温柔的发文 才得知被头上种草 而这么大的瓜 也让不少网友纷纷顺着瓜藤 拔出了恋情内幕 有网友说 没想到任豪竟是吃软饭的 还有网友说 海王任豪是渣男 不论这些猜测是真是假 执着于任豪的粉丝们 却依旧表示 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任豪 就算他真的谈恋爱 也没有关系 尽管任豪当时处于风口浪尖 可后期经过经纪公司的发文澄清 这一件事也逐渐平息 但反观这次任豪的发文 他的经纪公司 目前还没有直接出面解释 而根据网上传言 任豪与龙丹妮集团旗下的 瓦唧唧哇公司 签约的合同仅剩于两月左右 不知道龙丹妮公司 还会不会考虑续签 假如不签约 那么任豪此次作为 不知是不是破罐子破摔行为 假如龙丹妮继续签约 那么任豪之后的发言 不知贵公司会不会加以约束 当然这都是猜测和传言罢了 不论怎么说 龙丹妮公司 可能都要加班加点 想出一个解决办法 因此将旗下艺人 及公司利益损失降到最小 毕竟舆论的压力不可小事 所谓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而时隔一天后 任豪为自己当初的不当言论 发文道歉 观众们真的会选择原谅他吗 不知观众们对于任豪生母般的发言怎么看 你们觉得龙丹妮旗下公司 在此次合同到期后 还会继续签约任豪吗